好,我们上次讲到说 只要受气或者动气在脖子以下的话 就需要脊髓来帮忙传递讯息 因为我们讲到这个脊髓呢 它是一个高速公路 它可以很快速的把消息传递 将受气的消息很快的传递到大脑 或者把大脑的消息很快的传递到动气来 这是一条高速公路 所以只要在脖子以下都需要这条高速公路帮忙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快速反应过来嘛 对不对 好,那讲到高速公路呢 哎呀,好像还蛮常出事的呢 比方说这台车,你看哦 咦,蹦,撞上去 为什么红色这台车明明比较前面 可是它闪过去了 反而是后面这台车闪不过去 因为红色这台车早早就看到有车停在那里 所以它有一段的反应时间 那后面这台车忽然看到 嗯,前面怎么停了一台车在路上 已经来不及了 就撞上去了 它来不及反应 你看这么短的距离 它来不及反应 所以这是后面这台车反而撞上去 撞上去的原因 OK,那 呃,这个呢 跟我们 为什么后面这台车会 无法反应呢 这其实跟我们的神经会绕到 会经过哪些路径有关 我们一样用这个洒水器来做例子好了 假设这个烟雾来了 好 消息传递到中书 中书马上判断 然后送到动器 诶,这不是及时的 这是需要一点 一点点时间的 你看 依照我画的这个动画 它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所以 不是说马上就到哦 它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 人体在传递讯息的时候 也一样啊 从我们的受气到动气 需要有一些时间来 做出反应来 好 那 以我们身体来的话 这个呢 时间要多久呢 一般人大概是 0.2秒到0.4秒 那 专业的运动员 大概是0.15秒 好 那 这个从受气接受到刺激 到我们做出反应的 这一段空白时间 我们称之为反应时间 一般人大概是 0.2秒到0.4秒 那 世界级的选手 大概是0.13秒 你看才差这0.07秒 可是这已经是 一般人跟世界级选手的 一些差别了 所以这其实 会有一段时间延迟 那 能够让这个时间 缩得越短 你经过练习 能够让这个时间 缩得越短 你就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 优秀的运动员 这样子 好 那 讲到这个 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车子追撞嘛 那 开车的时候 到底距离要多远才安全 因为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反应时间嘛 要0.2秒 那 这个反应时间的话 我们要跟前车 保持多远的安全距离 才安全呢 我们讲 我们台湾高速公路的限速是110 可是很多人会偷偷开到120 好 那我们用现实来讲 用120来算好了 120的话呢 是每分钟会前进两公里哦 时速120的话 每分钟会前进两公里哦 很快 那 每一秒钟会前进多少 两公里除以60嘛 每秒钟会前进 33公尺 那0.2秒呢 你看到 比方说前车踩刹车了 你要0.2秒之后 你才能够做出反应 在这0.2秒之间 你的车子往前进了多少呢 33乘以0.2 就是 6.6公尺 所以 保持6.6公尺 你 你说 保持6.6公尺就安全了吗 其实也没有 保持6.6公尺 只是让你还来得及 啊 一声 来得及踩刹车 可是并 并不是说 刹车一踩 车子就会停啊 所以 6.6公尺 还是不够 你还是会撞上去 那其实 依照一般的建议 大概就是 把时速的公里 改成公尺 把这个时速里面的公里 改成公尺 我们画掉 改成公尺 然后呢 除以2 所以 你时速120的时候 大概要保持60公尺的安全距离才够 6.6公尺是不够的 那像这两台车之间 大概就保持两三公尺吧 所以这个 前车如果 踩紧急刹车的话 这一定马上就撞上去了 碰 一声 那如果你保持的不到 时速120的情况底下 保持不到6.6公尺 那个 各位 你连发生什么事情都还来不及反应 就已经撞上去了 连啊 一声 连踩沙车都来不及 撞了之后 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就砰 就撞上去了 根本连什么事情都还不知道 就撞上去了 这个是 因为 你还没反应过来啊 0.2秒 你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撞上去了 那这就是我们台湾常常出车祸 就是一群车子追撞在一起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车子实在太多了 台湾是一个地狭人仇的地方 那车子很多 每台车的安全距离都很短 所以 很容易就是 一台紧急刹车 后面全部追撞 这是 我们在路上会看到很多车子追撞的原因 那可以的话 尽量保持安全距离 就算不行 也尽量拉开 虽然保持不到60公尺 至少拉到10公尺 20公尺 比较安全一点 好 那 刚刚讲的还是很专注哦 专注的情况底下是0.2秒 如果稍微分析一下 比方说 转头聊个天啊 拿个卫生纸啊 拿个烟抽啊 那个点火抽烟 可能 那个反应时间就 就更久更久更久了 所以 其实能够保持 越长的安全距离是越好啦 好 那 为什么 我们 从 接受到刺激 到 做出反应要0.2秒 它到底走了哪些距离啊 走了哪些路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用简图来看是比较容易的 那 这个简图的教学方法是 之前 在向上国中的时候 在台中市向上国中的时候 也会实习老师万钧老师教我的 要不然我以前在教这一部分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痛苦 因为同学都听不懂 那可是他教了这个方法之后 我就觉得哇超简单 你只要画一个简图 然后呢 这是受气 然后 头部 头部的受气 直接跟 直接跟大脑相连 头部的受气 然后他就直接 经由感觉神经 跟大脑相连 头部的动气 比方说嘴巴 直接经由运动神经 跟那个大脑相连 脖子以下的受气 经由感觉神经 跟脊髓相连 脖子以下的动气 经由运动神经 跟脊髓相连 OK 所以 你就画一张简图在这里 然后再来 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 这个受气到底是在脖子以上 还是在脖子以下 这样就好了 然后你只要 跟着路径走 你就知道 神经传导走过哪些地方 OK 我们来试看看 比方说 哎呀 看到蛋糕 这蛋糕好像很好吃 哇 好像 现在已经晚了 然后开始 开始流口水 开始流口水了 哎 请问一下 看着蛋糕流口水 受气跟动气在哪里 先讲受气在哪边 看着蛋糕 我们讲是看的 你可能也会闻到香味了 看着 那是在眼睛嘛 对不对 受气在眼睛 那流口水 动气在哪里 在嘴巴里面的 拓现 OK 所以这个都是在脖子以上 所以我们 用这个简图来看一下 它全都在脖子以上 我们脊水完全不会动到 所以受气在 从受气开始 受气在脖子以上 经由感觉神经到大脑 大脑发出命令 经由运动神经到动气 所以我们把它写下来 就是这样子 眼睛经由感觉神经到大脑 经由运动神经到脱线 所以很简单吧 利用这张小图 你就很清楚 我以前 每次讲 每次都 那个学长姐 以前的学长姐 可能都搞不清楚 可是万钧老师分享这方法之后 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 我也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解决你学习上的困难 OK 好 我们再做一个例子 来 踢足球 看到球 然后脚把它踢回去 请问一下受气在哪里 受气在眼睛 它是在脖子上方 那 踢 动气在脚 脚在脖子下方 OK 所以 我们看这张图 它的受气 到动气 路径就这样子 你只要知道它是在脖子上方 还是在脖子下方 你就可以知道 你判断 这个受气在脖子上方还是在下方 这动气在脖子上方还是下方 然后你就沿着路线走 就不会错 所以 好 我们已经画好图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 眼睛 经由感觉神经到大脑 经由脊髓 到运动神经到脚 OK 所以 这个 它经过了这些路径 所以它 可能要0.2秒到0.4秒的时间 好 好 再来 那 有没有快一点的反应 0.2秒到0.4秒 有时候还是太慢了一点 比方说 如果我在走路的时候 不小心踩到一根铁钉 0.2秒 可能就直接穿过鞋子 穿过我的脚背 透出来了 好痛 能不能快一点 有 有一个能够快一点的反应 就是不经过大脑 有脊髓 马上帮你做出决断 这个我们叫做反射动作 反射动作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快一点 能够节省时间 所以呢 它其实没有把消息传递到 来 消息还没传递到大脑之前 脊髓就已经先下命令了 以这张图来看 你看 脚踩到贝壳 然后消息往上传 传到脊髓 脊髓说 哇这太严重了 赶快 我们赶快把脚抬起来 所以 这时候就已经做出反应了 脚已经抬起来了 所以 这个完全没有经过大脑 那 这个我们称为反射动作 反射动作 因为没有经过大脑 所以时间就可以快很多 你看 少了往上走的这条路 往上走的这条路 以及再走回来的这条路 所以你看 它可以省很多时间 那 这个反射动作呢 是由哪边来进行呢 脖子以下 是由脊髓帮忙 脖子以上 是由脑干来控制 比方说 有人对你的眼睛 挥拳头 你的眼睛会扎起来 这个也是一个反射动作 那这是由脑干所控制的 好 那 这个反射动作 要做什么 这反射动作 为什么要有反射动作 各位 反射动作可以避免 我们身体受到更大的危害 我刚刚不是讲吗 0.2秒 可能铁钉就已经整个 刺穿你的脚背了 可是如果 我们不走到大脑 再挤水就下命令回来 那这个反射动作 可能可以在0.1秒之间 就做出反应 你说 从0.2秒变成0.1秒 有差吗 有啊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像林牧伊朗这样世界级的选手 他的反应时间大概还要0.13秒 我们的反射动作可以比 世界级的职业选手更快 那0.1秒 就是可能脚刺到铁钉 可能会刺进去一点点 可是不会整个刺穿到脚背上 不会从脚背刺穿出来 所以能够避免我们身体受到更大危害 就算只有省一点点时间 还是值得的 那 好 OK 所以 这反射动作可以让我们身体 避免我们身体受到更大危害 那 他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 好 脚踩到铁钉 受气感受到了 然后呢 把消息往中枢神经的脊髓传 脊髓马上下命令 要求我们的脚抬起来 好 所以 少了很长的一段路径 所以他速度就快很多嘛 不过 反射动作 到这里进行完了 之后呢 脊髓 他没有忘记 他只是一个辅助者的角色 他还必须要把 他的消息往上传 让大佬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讲的反射动作就是这样子 脚 进入感觉神经到脊髓 然后马上进入运动神经到脚 锁起来 可是呢 脊髓 毕竟他只是辅助大脑的角色 他还要把这个消息继续往上承报 老大 我们刚踩到铁钉了 你检查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受伤 这时候 大脑可能会下命令 把脚抬起来 然后手去摸一下这个 我们的 用手摸一下我们的伤口 看看有没有问题 眼睛也稍微仔细看一下 那这时候 这时候 是由大脑下 已经是由大脑来控制了 后半段是由大脑控制了 这个就不是反射动作了 这个已经由大脑控制 这已经是意识行为了 好 前半段是反射 后半段已经是意识行为来接手了 好 那反正 我们已经达成目的了 就是把脚锁起来 避免身体受到更大的危害 后半段就是后续的观察 也许需要治疗 那这就是由大脑来判断了 OK 所以 后面这半段 脚的讯息 经由感觉神经到大脑往上传 然后 抱歉 我少写了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脊髓 因为它是由脊髓传上大脑的 然后再由脊髓传到运动神经 就是手跟脚来观察伤口 对不起 我这里少写了 这里应该再加一个脊髓进来才对 好 那 这个检查伤口 它就是意识的反应 我们讲 只要动到大脑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就是意识行为了 这已经不是反射动作了 好 那 所以我们要稍微整合一下 在课本里面就直接画了反射动作的路线图 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解 所以我们来把它拆解一下 反射动作 我们讲反射动作是由脊髓或者脑干来进行的 对不对 好 OK 那 这个脑干跟脊髓它做了什么呢 第一步 第一步 它要发出命令 第二步 它通知大脑 所以我们分这两步来看 第一步发出命令 比方说 踩到铁钉 要把脚抬起来 那通知大脑就是 看看脚有没有受伤 这样子 好 脊髓发出命令的时候 这时候是无意识的行为 也就是说这是反射动作 是由脊髓所反应的 然后大脑不知道 所以是无意识的行为 到了通知大脑之后 大脑已经知道我们身体遇到状况了 然后大脑来检查有没有受伤 这时候就是有应识的行为了 好 所以有分这两半段 好 那 我们再参考 我们知道这个之后 再依照课本的写法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 所以第一部分是进行反射动作 然后第二部分 把消息往上传之后 由大脑来下命令 检查伤口 好 OK 好 那 这样子还是很复杂 那我们就用这个小图 来看一下 反射动作 它的神经传导 传导路线有哪些 第一部分 受气 接受到刺激 被钉子刺到 然后经由感觉神经到脊髓 脊髓马上下命令 经由运动神经到动气 做出反应 好 这是第一部分 再来 它继续往上传 传递到大脑 然后经由运动神经说 哇好痛哦 OK 所以这部分 后半段经过大脑了 所以已经是意识行为了 那如果参考课本的图 大概就是类似这样子 只不过是 后半段 我因为可能会混淆 所以我把后半段 手部肌肉收缩 这边我把它改成 嘴巴含好痛 这样子 然后也没经过脊髓 只是这样子稍微改变一下 但是 我觉得 看上面这个小图 看上面这个图 看到它的路径 依照这个路径来跑 会比课本的那个图 容易理解得多 所以 如果你对于课本 它写的实在是觉得 哇 好复杂 好难 请你自己画一下 反射动作就这么简单 受气 经由感觉神经 到脊髓 再到运动神经 到动气 做出反应 之后往上传到大脑 然后大脑做出反应 含好痛 这就是 我们的反射动作 分这两个阶段 好 那在课本 它也是告诉你 分两个阶段 但是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复杂 所以 可以的话 你就是自己画一个小图 然后自己走一圈 你就知道了 好 那 我们已经讲过 这个神经传导了 那 假设神经断掉会怎么样 我们讲过神经系统 讲这么多了 那 神经如果断掉的话 它会怎么样呢 假设 左半边的 感觉神经断掉 好 那可能发生火灾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就只有这个感应器 紧张的不得了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 房子就被烧掉了 好 另外一个状况是 感觉神经OK 但是运动神经坏掉了 诶 一样 消息这时候是可以传到中枢神经 但是中枢神经很紧张 要把消息传递给动气 一样传不出去 所以 房子还是被烧掉 所以 神经断掉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生命的损失 好 那 呃 讲到它 断掉很严重 那 有时候 呃 假设你是医生 今天来了两个患者 请你看看 他们到底是哪边的神经出了问题哦 好 第一位 第一位患者 他脚被烧痒的时候 觉得会痒 觉得会痒 可是他脚趾没办法动 那你觉得是哪里出问题了 他知道会痒哦 他知道会痒 所以他的兽器到A到C到猪到大脑 这一段是OK的 可是呢 大脑下命令过来 到这里过不去了 过不去了 所以他脚趾没办法动 所以他是B出了问题 他的B坏掉了 OK 可以吗 好 所以患者1 是B坏掉了 好 再来 患者2 这是第二个患者 患者2 敲他的膝盖有反应 但是大脑完全不知道 敲膝盖 敲膝盖有反射动作 好 OK 那我们就知道 这条路径是完整的 这条到A到C到B到动气 是OK的 可是 脊髓往上传 要传到大脑的时候 传不上去了 所以显然 他可能 租这个地方受伤了 消息没办法往上传 这个是 有时候有一些患者 可能会有一些地方受伤 那我们大概就 依照一些他的反应 我们大概知道他哪里受伤了 医生就这么检测的 好 那我们刚刚讲神经断掉是很严重的 可是 在漫画当中 火凤燎原这部漫画里面 有一个很神奇的人 他是没有痛觉的 赵云 他 一开始都没有让人家知道 他是没有痛觉的 他就在战场上面 非常的骁勇善战 那有一天他要去刺杀董卓 这漫画里面 他那时候还没有 他还没改名为赵云 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以其他名字出现的 他去刺杀董卓的时候 背后啊 背后被吕布射了一刀 吕布在很远的地方 你看骑着马在很远的地方 射了一刀过来 那一般人被射到一刀之后 就痛得站不起来了嘛 对不对 你看站不起来了 那所以董卓就想说 你已经站不起来 我站在这边看着你 你能够怎么样 结果 结果 这一个赵云 他说 因为我身体残缺 所以我根本不会有不好受的感觉 我不会觉得痛 我就站起来 继续要刺杀董卓 然后董卓这时候很惊讶 说难道你天生没有 他说对 如之可教啊 我天生没有痛觉 OK这是漫画 可是现实生活里面 如果真的有这样子 没有痛觉的 他会怎样 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各位 他可能被人家后面刺了好几刀 他都没感觉啊 然后血就一直流 一直流 一直流 就死掉了 就慢慢 奇怪怎么我走起路来越走越虚弱的感觉 然后就倒地死掉了 因为他完全没有感觉嘛 那他流血不知道 受伤也不知道 他就死了 好 所以我们 我们讲说 其实这个痛啊 虽然很讨厌 但是呢 他其实是在保护我们 好 OK 那请问一下 我们看这个漫画 你判断 赵云是哪边出问题 赵云是哪边出问题 他 大脑 传递消息到动气 这一段都OK哦 可是他没有感觉 所以显然是 这里出了问题了 好 他可以把消息传下来 但是他 却没有感觉 所以显然是 A这个地方出问题 好 好 那这个痛觉啊 我们刚刚讲 这现实生活中 你如果真的没痛觉 你会死得很难看 好 你死得很惨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要躲避一些伤害 然后可能就被人家 这边割一刀 那边割一刀 然后就死掉了 好 所以 在漫画中 他很神勇 可是现实生活当中 他可能没办法长大 好 这是我们的神经系统 坏了就很严重 OK吗 没问题的话 那我们 之前讲 动物对外界的反应 好 有快的神经系统 以及慢的内分泌系统 那我们现在 神经系统讲完了 下一次 敬请期待 我们的内分泌 OK 好 我们下次见